一贯以素颜亮相的天后王妃也未能幸免 这阵子就有媒体爆料 说是天后王妃是高价空运台湾地区的整容医院 到北京的家中是注射童颜针 所以我们娱乐新天地驻台北的记者 也及时找到了这位王姓医师 我们都很纳闷 难道天后也要靠打针来维持不老的传说吗 来看一下 方面中这位医师正是传闻中为王妃打童颜针的王朝辉王医师 虽然面对镜头 他也不愿过多透露有关王妃微整形的传闻 但是对于娱乐圈微整形成风的现象 王医师倒是直言不讳 那在以往就是说大家会追求的是利己信 但是目前大家会越来越追求的是自然性 尤其是如果像艺人的话 他们不希望有太明显的改变 或立即性的改变被人家看出来 王妃靠整容助言的传闻 还得从今年五月底那场炎然天使晚宴说起 就是这张照片让整容疑云蒲天盖地 当时照片中的王妃流露出一抹若有似无的笑容 其实不光是这张照片 当天挂在王妃脸上的似乎总是那副像笑笑不开的尴尬表情 两个月后王妃又被派到造访北京的一家美容诊所 于是天后靠整容抗老还童的报道自此传开 而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王妃曾高架空运台湾地区整形医师到北京的家中 前后打了三次铜银针 总费用已经超过了一百万 铜银针也是一种注射类的微整形 那它是一个用比较自然 而且是渐进式自然的方式 让我们逐步逐步的变年轻 而根据记者在诊所的观察 所谓铜银针注射过程不超过三十分钟 台湾地区的售价在一万多人民币 不知为何到了北京 这个价格突然就翻了十倍 不过无论是下刀还是下针都存在一定的风险 明星们为了事业 修修脸还是情有可原 不过老百姓盲目跟风 就要三思而赛三思了 娱乐新年地 天后已经很美了台北报道 好 前几天台湾地区前